这期继续介绍西汉的版图变化 时间跨度从汉高第五年到文帝后援七年为止 原本计划这期是讲到景帝的 但景帝一朝的变化实在太大 所以挪到下期讲好了 另外up这期语速稍微慢点 因为涉及到大量的人民和地民 语速太快怕观众们跟不上节奏 上期讲到汉高第五年 也就是西汉建立的那年 这年七月燕王张图公然叛汉 张图的谋反其实挺好理解的 他的这个燕王最早是项羽峰峰的 而且他早年是追随项羽陆关的将领 算是项羽的旧部 这年刘邦也是大肆追捕项羽的旧部将领 向钟离妹就讨到韩信那里寻求庇护 继部为了躲避追捕屈身为奴 所以张图内心恐惧干脆就反了 但很快被刘邦平定 刘邦之后又封卢婉为燕王 卢婉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战功 之前的楚汉争霸系列也几乎没提过此人 他能被封为燕王 纯属是和刘邦关系好 两人是发小属于关系特别铁的那种 然后看汉高帝六年的图 这年发生了很多事 首先是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 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 阿克以后会再详细讲 总之他被刘邦抓了 贬为怀英侯 从此不让他离开长安 同时这年正月把他的封地 以怀河为界一分为二 分成楚国和金国 新的楚王是刘邦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娇 金王是之前屡历战功的刘甲 刘甲是刘邦的同族 但具体和刘邦是什么关系 连司马迁也不知道 这次封封是刘邦封封同姓诸侯王的开端 同时又把齐帝封给自己的树长子刘肥 齐国一共七郡七十多个县 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 然后北边把带地封给自己的奥哥刘喜 又把韩国从尹川郡迁到太原郡 迁国的原因主要是尹川郡位于天下的中心 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同时也是为了把韩王姓调到北方去抵御匈奴 但很快到了这年九月 韩王姓被匈奴围于马翼 最后投降了匈奴 所以这月韩国被除国 韩这个国号至此几乎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直到明朝西北的一个藩国再次用了这个国号 韩王姓的这次投降匈奴也导致刘邦御驾亲征 北上攻打匈奴 结果引发了白灯之危 这个以后会专门出一期视频介绍这场战役 其结果应该算是汉朝战败 刘邦只能与匈奴和谈 同时开始了派汉朝公主与匈奴和亲的制度 之前匈奴南下进攻汉朝的时候 带王刘喜直接弃国逃回长安 但刘喜毕竟是自己的二哥 所以刘邦也没惩罚他 改封他为和阳侯 另外立自己最喜欢的儿子刘卢义为代王 然后展示的是汉高第九年的图 这年赵王张敖被贬为宣平侯 刘邦立代王刘卢义为赵王 兼领代国 这使得赵国一共有一百多个县 是当时最大的作后国 这也反映出刘邦对刘卢义的喜爱 这期间太子刘盈和赵王刘卢义背后的 吕后和弃妇人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异处之争 这个以后也会再讲 这年刘邦又罢魏南中帝和尚三郡 复立内室 统金氏地区 然后展示的是高帝十一年的图 这年梁王彭越被租 韩兴也是这年死的 刘邦又立皇子刘徽为梁王 并把东郡也划分给梁国 又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 北方又分赵国 复制代国 立皇子刘恒为代王 刘恒就是之后的汉文帝 这时期也是汉朝中央指领地 最小的时期 这年七月 淮南王鹰部 见彭越和韩信都被杀后 也起兵谋反 并向东击破金国 杀了金王刘甲 刘邦在十二年初 亲自率军击败鹰部 因是淮南国除 刘邦又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 统治鹰部故地 又立刘夕之子刘毕为吴王 统治金国故地 刘毕就是之后 弃国之乱的带头者 这年二月 燕王卢婉也谋反了 之后兵败逃出塞外 刘邦遂立皇子刘健为燕王 卢婉的一个名叫魏满的部下 逃到了沛水引南 之后杀了姬子朝鲜的国王 建立了卫士朝鲜 然后刘健成为燕王后 发生了一次燕赵异界 赵国割了何坚军 束线给了燕国 这应该是刘邦故意为之 使诸侯国之间的边界 成犬牙交错的状态 以律于他们互相制衡 其实犬牙交错这个成语的出处 就是用来形容西汉诸侯国的这个形式 自此原先的七个异性诸侯国 只剩下了长沙国 然后提一下刘邦在这年立了一个百月部族的首领 知为南海王 知原本是敏越国的南武侯 自年被册封为南海王 南海王按字面意思应该是管辖南海郡的 但这时期的南越国是完全独立的 赵佗根本不会理会汉朝的命令 所以这个南海国比较尴尬 空有南海王这个尊号 但其实际的封地应该并不大 其领地大概在南越国和敏越国的交界处 就是当时的龙川县和洁阳树之间 就是现在的五平县到洁阳市之间的位置 刘邦死前也是立下百马之盟 主要内容就是一句话 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 不过刘邦立的这个flag很快被吕后打脸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 视为汉惠帝 这是汉惠帝元年的图 这年赵王刘露义被吕后弄死 正史是记载为被吕后毒死 七经杂记记载为被吕后派人闷死 不管怎么死的 幕后主使肯定是吕后 其母七夫人也被吕后做成人质 人质是什么大家应该有过了解 这里就不放图片了 不然视频过不了神 不知道的观众可以百度一下 所以惠帝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 淮阳国除 汉惠帝在位期间其实对建制几乎没有改动 这期间的成像是萧河和曹参 就是著名的萧归曹水 曹参几乎不管事 汉惠帝本人也是自从见了 七夫人被做成人质的惨状后 就几乎不理朝政了 只有在汉惠第二年 齐王刘肥为了自保 割成阳郡献给吕后的女儿 鲁元公主 作为汤姆义 然后汉惠第三年 又把冬月的海洋齐姓后 瑶提升为东海王 是称东欧王 东欧国的范围 阿波当时忘记化了 大致在现在的浙江南部 就是现在浙江省的 温州 胎州 和里水的范围 汉惠帝做了七年皇帝 就驾崩了 惠帝死后 吕后立了两个惠帝的庶子 作为前后少帝 以临朝称制 前少帝史书没有记载姓名 这点确实非常奇怪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连个名字都没的皇帝 但现在大多记载成刘公 甚至央视纪录片 《中国通史》里 也讲错成刘公 不过这个其实是近代来自日本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的由来 在这篇名为 《全康全小帝のイミナニシデ》的论文里 有具体的论述 阿波以后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再具体讲解一下 后少帝刘宏 原名刘山 他和前少帝一共在位八年 但之后的工程派集团 是不承认这两个皇帝的正统性的 甚至不承认他们是会帝的儿子 所以这八年习惯以吕后纪念 这是吕后元年的图 这年吕后立惠弟子刘强为淮阳王 割赵国的恒山郡给惠弟子刘不宜为恒山王 又割齐国的济南郡给吕后大哥吕则的儿子吕台 这就是第一个吕姓诸侯国 就叫吕国 同时削梁国的东郡 另外说一下 这时期汉朝的建制是相对清楚的 因为在湖北江陵 张家山出土了一批汉检 就是所谓的二年律令 二年指的就是吕后二年 这批汉检记载了西汉初期大部分的法律条文 还有地方官的奏验书 里面各种各样的律法都有 其中在《自律》这一栏里 记载了大量西汉各郡的地名 所以学界对这时期的西汉各郡的情况相对清楚 不过阿波还没看完这本书 以后会挑有趣的条文讲一讲 然后再看吕后六年的图 这年吕后割楚国的薛骏 加上原有的陈阳骏 封给鲁元公主之子张衍为鲁王 然后是吕后七年的图 这年变化很大 先是赵王刘友被吕后幽厄致死 吕后遂袭梁王刘徽为赵王 但刘徽因为自己的宠妃 被吕产之女毒杀 最后自己也殉情自杀 所以吕后改立自己侄子吕陆为赵王 又把吕国迁到梁地 吕国原来的封地封给惠帝子刘大为济川王 又割齐国的狼牙骏给刘泽为狼牙王 然后是吕后八年的图 这年又发生了很多事 先是北方燕王刘建轰 吴后国除 吕后遂封吕通为燕王 然后是最南边 其实从吕后七年开始 汉朝就和南越国开战了 南越国入侵长沙 吕后派了周照进攻南越国 但到了吕后八年 也就是吕后驾崩后 汉朝命周照罢兵归 南越国因为抗击汉朝成功而身为大政 周边的敏越国 沟丁国 叶朗国和西欧 洛越等相继对南越国臣服 南越王赵陀更是膨胀的自立为南越五帝 然后说一下南越国西边设立的 胶子和九真郡的问题 其实中国的正史对这个记载不是很详细 只提了吕后驾崩后 赵陀以财务 陆仪 敏越 西欧 洛 亦属烟 然后史记索引里提了 赵陀攻破安阳王后 也就是图中落月这块地 令奥使 典祖 骄子 九真 奥郡人 就是派了两个使者掌管这两个郡 但是文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份 所以阿布一开始作图的时候 就把南越国设立这两个郡的时间定在吕后八年 但实际上这两个郡的设立时间是更早的 后来阿布查阅了越南的史书 就是这本著名的大越史记全书 很讽刺的是这本书作为越南的国史 越南人是无法直接阅读看懂的 因为越南在近代被法国殖民后就不再使用汉字 但这本书原文是由文言汉文编写而成 所以我们中国人基本是能够无障碍直接阅读 这是书的最早的课本的封面 在这本书的开篇讲越南的来历时 提到了中国人的祖先皇帝 瑶还有大禹 与划分九州的时候 交职属于九州里的扬州 到了周成王时 称之为越长寺 这就是越这个名字的来历 这里扯的有点远 主要就是想低调的说句越南自古以来 然后在赵佗的这部分传记里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鬼卯十年 汉高地九年 就是公元前一九八年 地令二使典祖交职九征二郡 这里是提到了设置这两个郡的具体年份了 另外这里前文提了赵佗在位七十一年 一共活了一百二十一岁 这个是非常夸张了 赵佗原来是赵国的真定县人 就是现在河北石家庄市的郑定县人 他的祖坟就在那里 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中国人 继续讲正文 这年吕后驾崩后 吕姓诸侯王全部被诛杀 国除 鲁王张掩被废为侯 当时的工程派集团 拥立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算是非常幸运了 捡了个大便宜 按公计来说 皇位应该本属于 平定朱里之乱中功劳最大的 齐王刘湘 但朝中大臣们 选择了看似更老实 更容易控制的刘恒 不过刘恒完全没有大臣们想的那么简单 他也是经过周密的部署后 才入住魏央宫 继承了皇位 视为汉文帝 汉文帝在历史上 可能不如秦始王汉武帝这么出名 但他在西汉皇帝里面 是阿波最喜欢的一位 看他的本集和相关记载 常常有种让我感动得要落泪的感觉 所以阿波之后会重点介绍这个皇帝 西汉有正式妙号的皇帝 只有四位 分别是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 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 汉宗宗孝宣皇帝刘恒 这四个皇帝也是之后西汉系列重点要讲的 汉文帝继位后 习狼牙王刘泽为燕王 祭川王为梁王 并把成阳狼牙济南 薛四郡归还给齐楚两国 然后是汉文帝前缘元年的图 恒山郡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惠 改名为常山郡 然后常山王 淮阳王梁王这些汉惠帝的儿子 不被当时的工程派集团承认 所以全部被诛杀 国除 汉文帝又复制赵国 立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 这里提一下 汉文帝自己本身就是以藩王的身份 陆继大统的 其实当时就有很多诸侯王不服他 文帝也是对这些同姓诸侯王 颇多随敬 在汉文帝前二年 立皇子刘武为代王 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 立皇子刘一为梁王 又割赵国的何坚俊 并给赵王的弟弟刘辟江为何坚王 又割齐国的纪北和陈阳俊 分别给刘欣和刘章 为纪北王和陈阳王 到了文帝前三年 北方的匈奴入侵河南帝 甚至公路塞内 文帝派了老将冠英去抵御 甚至亲自寻衅太原 但当时的纪北王谋反 所以没有继续和匈奴开战 纪北国除 纪北王这次谋反也是开启了 同庆诸侯王武装反抗朝廷的先例 这时期匈奴的右贤王向西攻打漏之 史书里匈奴写给汉朝的文书里 是吹嘘自己移灭漏之 但实际上漏之是没有完全被灭的 到了文帝四年 漏之的残部逃到了 现在新疆的伊犁河流域附近 但西边的楼兰 乌孙 忽杰 已经附近的二十六国都臣服于匈奴 匈奴的势力再次扩大 这年文帝习代王刘武为淮阳王 代帝并入太原国 太原王刘参改为代王 到了文帝前七年 淮南王刘长也想谋反 但还未行动就被朝廷发掘 最后被废决签署 但死在路上 淮南国除 到了前十一年 文帝习陈阳王刘喜望淮南 陈阳武国除 仍化入齐国 同年 梁王刘一轰 吴后国除 前十二年 习淮阳王刘武为梁王 淮阳国除 淮阳郡分出路南郡 到了前十五年 习王轰 吴后国除 其帝陆汉为六郡 同年 河间王轰 吴后国除 河间郡分出渤海 河间广川三郡 然后是汉文帝前十六年 又把淮南王刘喜迁回承阳 而把淮南帝封给之前那个 无道的淮南立王刘长的三个儿子 分别为恒山国 淮南国 卢江国 所以文帝对诸侯王是相当宽容的 这时期 虽然朝中的贾仪和朝错已经提出削藩了 尤其是贾仪反对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但汉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不过之前签淮阳王刘武为梁王 是贾仪的建议 梁王刘武之后在平定弃国之乱时 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贾仪针对诸侯王谋反的问题 也提出了自己的计策 就是所谓的割帝定理 其中主要的方针就是 众见诸侯而少其力 在原有的诸侯王封地上 分封更多的诸侯来削弱他们的力量 这个可以算是之后祖父演的推恩令的原型 文帝对这个方针具体实施的例子 就是把齐帝封给齐道惠王的六个儿子 分别为齐王 纪北王 资川王 焦东王 焦西王 济南王 自此齐国这一诸侯大国彻底瓦解成诸小国 所以之后 齐国之乱时 齐帝本身就乱成一团 焦西王 焦东王 灵资王 围攻齐都灵资 三个月都没攻下 最后顺利被中央平定 最后是在汉文帝后援七年 常沙王无猜轰 吴后 国厨 齐帝 陆汉 从此就没有异性诸侯国了 大约在这年前后 内史也分出了左右内史 下期阿波将讲述景帝到五帝前期西汉版图的演变 尤其是重点介绍七国之乱前后的郡国变化